Hello大家好,我是高虎 祝英皇体育的朋友们开心快乐,红红木火火 都能够在英皇体验到精彩的人生 001沙尔克04作为传统的得甲净旅 上赛季遭遇财政危机 同时也跟俱乐部高层经营不善有关 近30年来首次被降入得已的遭遇 来看初陪 沙尔克无论是人气底蕴还是整体实力均高于傲饿 主胜对沙尔克的实力有所肯定,支持力度明显 平局平稳过渡,克胜给予一定想象空间,任人博取 结论是沙尔克04在主场或将迎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 胜伯让胜2,0,3比1,进球数2,4,002 得已,胜宝利vs汉堡汉堡每个赛季都能把自己的排名控制在升级区的边缘 胜宝利在跌入得已后面对汉堡的战绩胜多负少 且汉堡近期的状态起伏不定 虽然胜宝利新赛季有引员得甲球员 但汉堡作为一个能够精准控制自己排名的球队 实力自然也是毋庸置疑 胜宝利近期状态火爆且力使交手占优 本场比赛不缺关注度,下盘诱惑力大于上盘 本场看好汉堡取胜 富博让平,比分1,2,1,3 进球数3,4,003 前进之鹰vs海伦分,而海伦分确实和甲中游球队 战力说海伦分可以让半球的,但是却是平手盘 说明小鹰的实力得到装狗的肯定 本场比赛好看小鹰不败 让胜伯平,比分1,1,2,1